作为世界文明的情绪营,拉玛西亚曾培养出了梅西、哈莱、伊尼斯塔、皮克、布斯克茨等球星,但最近几年巴萨引以为傲的情绪系统收财率并不高。 2011年初,西班牙著名记者佩拉尔纳、玛提普尔纳,出版了冠军之路一书,在书中他探索了拉玛西亚青绪营,并列出了50名青年裁军。 数年过去之后,这50名当初的希望之星,有些能够立足于顶级联赛,有些混迹低级别联赛,有些则无求可欺。 马卡报,为我们盘点了这50名当初的希望之星的现状,罗贝托又后卫中场,26岁,巴萨罗贝托时为数不多,能够在巴萨一线对战稳脚跟,德拉玛西亚青绪营出品的球员。 他是巴萨又后卫位置的一个选择,也随巴萨获得了多个冠军,尽管罗贝托起初最擅长的是中场位置,但文里克将他改造成为一名又后卫。 他在这个位置上有着初色的发挥,目前,罗贝托也是西班牙国家队的一员。 迪亚哥中场,27岁,带人在远离伤病的情况下,迪亚哥是组坛最初色的中场之一,由于位置竞争的激烈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他离开巴萨家忙了半人,他的身价达到了2500万欧元。 今年夏天,巴萨曾希望回迁迪亚哥,黄马同样也展示出了兴趣,迪亚哥目前是西班牙国家队的一员。 拉贝尼亚中场,25岁,巴萨拉贝尼亚正在巴萨为出场时间而战,201-14赛季,他第一次被足解至塞尔塔,并在那里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重返巴萨之后,拉贝尼亚偶尔会有出彩的发挥,但伤病尤其是一些比较严重的伤病,让他没能达到预期的高度。 尽管如此,他也在巴萨赢得了一切。 上赛季,拉贝尼亚被足解至国米。 今年夏天,他看起来会被出售或者被再次带出,但他最终还是留在了球队,哈维尔·埃斯皮诺萨攻击形中场,26岁。 特温特在巴萨比队向利多个赛季之后,埃斯皮诺萨加盟了比利亚雷亚尔,在黄色潜水艇,他上演了自己在戏角中的首秀,并出战了六场联赛。 那个赛季,他被租界至了阿尔梅里亚,不过,在卫球队出战了十五场比级联赛比赛之后,阿尔梅里亚不幸降级,之后,比利亚雷亚尔就将他租界至埃尔切,而莱万特成为了他的下一站。 上赛季,莱万特将他租界至格拉纳达,今年夏天的转会窗截止日,埃斯皮诺萨加盟了特温特,乔迪马索中场,26岁。 奥洛特·马索17岁时就代表赫罗娜,在希尔中上演首秀,然后他加盟沃拉玛西亚,在时任巴伐必队主帅恩里克麾下。 马索只为球队出战了一场比赛,然后他在希尔和希尔币中盯战了六个赛季。 过去两个赛季,马索威奥洛特在希尔币中征战,是球队的常规首发球员,佩佩帕劳中场,26岁。 自由球员自去年一、二月中止了和艾登斯的合同之后,帕劳就成为一名自由球员,直至现在还没有接纳他的俱乐部。 在恩里克直较巴伐必队时,帕劳为球队上演了首秀,之后他加盟了比利亚雷亚尔清逊营,并在那里效力了四个赛季时间。 卡塔赫纳是帕劳的下一站,之后他又加盟了胡米亚,离开胡米亚之后,他在拉罗达效力了一个赛季,然后加盟了艾登斯·波尔卡尔韦特中场,24岁。 自由球员在短暂效力洛杉矶FC之后,卡尔韦特是另外一位暂时没有俱乐部,接纳的前拉马西亚清逊营球员,在巴伐必队,卡尔韦特随对征战了西亿联赛,当时主帅位由希比奥,但是,他曾遭遇了严重的腿筋伤病,正让他确诊了很长一段时间。 之后,他先后在拉科比顿和拉格斯特拉效力,并在后者待了一个半赛季时间。 不过,卡尔韦特在之后选择了前往美国并在匹斯堡大学就读,洛杉矶FC最终在第24岁位选中了他,难度奎萨达攻击行中场,24岁。 当鲁九诺竞技离开拉马西亚之后,奎萨达加盟了乌德勒芝,并且在和加州出战了三场比赛。 不过,乌德勒芝将他出售给了荷兰迪级别剧勒夫奥特里斯29,重返西班牙后,奎萨达加盟了拉格斯特拉。 上赛季,奎萨达是弗门特拉的重要一员,今年夏天,奎萨达加盟了埃尔切,但他立即就被租借至桑鲁九诺竞技。 大为巴邦斯基,攻击行中场,24岁,大公松鼠,2016年1月,巴邦斯基离开了巴萨,但是他的告别性引起了广泛关注。 巴邦斯基呼吁匹克和阿维罗亚停止他们在推特上的口水战,因为这会给孩子们造成不良影响。 巴邦斯基为巴萨毕队效力了三个赛季,其中两个赛季在吸引征战,一个赛季在吸引避征战。 在罗塔兴队效力一段时间之后,他在日本开启了职业生涯的冒险之旅,他首先加盟了横冰水手,今年夏天又加盟了大公松鼠,桑佩尔中场,23岁。 巴萨·桑佩尔目前已经被提拔入一线队,但巴尔维德并没有给他多少机会。 在外足期间,桑佩尔非常不走运,首先是在格拉纳达,他效力的球队不幸降级,然后又是在拉斯帕尔马斯,由于遭遇伤病,他出场的机会非常有限。 在恩里克执教巴萨期间,桑佩尔在6比0战胜赫塔菲的比赛中,为一线队上演了首秀。 在欧冠中,桑佩尔同样是在恩里克回家上演了首秀。 到位扎尔兹满前妖,22岁,孟菲斯大学离开拉玛西亚之后,扎尔兹满加盟了科内拉,在决定重返自己的出生地位内瑞拉之后,他加盟了安索拉特级体育。 目前,他效力于孟菲斯大学队,写蒙科里拉中场,23岁,雷多米克离开拉玛西亚之后,科里拉的职业生涯都是在其他国家的连赛发展。 首先他加盟了苏朝俱乐部帕尔蒂克的情绪营兵在那里效力了一段时间,然后他又加盟了塞浦路斯的尼索拉尼的范玛加斯特。 在经历了一段无球可踢的生活之后,2016年12月,他加盟了波兰的雷多米克并向力至今。 李奥内尔恩古内中场,22岁,自由球员恩古内,同样是2014年青年联赛冠军的一员,代表巴萨比队在西域中出战12场比赛之后。 他签运了安塔利亚契域,并效力半个赛季时间。 2016年,恩古内以自由身加盟卢哥,但在那里他只爱球队在国王杯,中出战了半场比赛。 那个赛季的东窗他被租借至莱克索斯。 目前,恩古内已经有一年多时间无球可踢。 特略编锋,27岁,贝蒂斯进入巴萨一线队之后,无论是在光迪奥拉还是比拉路瓦,特略都是一位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球员,而他也在联赛。 国王杯和欧冠中分别取得了进球,在失去了马蒂诺的信任之后,特略被先后租借,至洛培特级执教的波尔图以及佛罗伦萨,2017年夏天,被第四以四百万欧元的身价签下了特略。 现在是他效力着加西甲俱乐部的第二个赛季,特略是2013年U21欧军赛的冠军成员,昆卡边峰,27岁,自由球员由于在弊队表现出色,瓜迪奥拉给了昆卡在一线队争战的机会,而昆卡也随球队获得了联赛,欧冠和国王杯的冠军。 2012年5月,昆卡遭遇了严重的伤病,这阻碍了他的进步,2013年1月,他被租借至埃角克斯,在两个月之后,他就因为伤病提前告别当赛季,被巴萨解决之后,昆卡曾效力拉科、布尔萨体育、格拉纳达和比尔书华夏普尔等队,目前,昆卡处在无球可踢的状态,在乌洛废乌边峰,24岁, 沃特福德在瓜迪奥拉会下,在乌洛废乌17岁时就在西甲和欧冠中,为巴萨一线队上演首秀。 不过,他的职业生涯发展,并没有达到预期,马蒂诺指教巴萨之后,他先后被租借至埃福顿和赛维利亚,埃福顿花费了600万欧元钱下了的乌洛废乌,但他的声音逐渐下跌,直到赛季中途加摩米兰, 在米兰校里的半个赛季时间里,德乌洛废乌展示出了比较高的水准,他甚至因为自己的表现入选了国家队的阵容,也让巴萨下定决心。 以1200万欧元的身价从埃福顿回够了他,上赛季,德乌洛废乌起初在巴尔维德麾下出任首发,但他很快被租借至沃特福德,租借期结束之后,沃特福德主帅哈维格拉西亚,决定以1300万欧元买断了德乌洛废乌,克里斯坦·埃雷拉边峰,24岁, 伊比萨离开拉玛西亚之后,埃雷拉挑拨多队,他先后加盟的比利亚的亚尔斯一队,马福特、加罗、瑞士纳特斯、阿尔提拉、卡斯特隆等队,去年夏天,他被租借至伊比萨,在西伊比中,他为伊比萨出战,那45场比萨打进三球,伊凡·罗马诺中锋,23岁,麦雷扒离开拉玛西亚之后, 罗马诺先后加盟了西班牙人,科内拉以及蒙塔内萨等俱乐部的新逊营,在桑特伯亚俱乐部效力两个赛季时间后,罗马诺这个赛季在曼雷扒效力,马克西罗龙中锋,23岁,自由球员罗龙是2014年,巴萨青年队,获得青年联赛冠军的议员,也是2015年艾根廷获得U20南美杯冠军的议员, 在为巴萨必队出战24场比赛之后,他选择了和巴萨解约加盟桑托斯,但很少获得出场机会,重返西班牙后,罗龙加盟了卢哥并在吸引征战,但他只为球队出战两场比赛,并且是替补登场。 自那之后,他又先后效力赛拉迪冰工厂,和科金博尤尼多体育,今年夏天,他没能找到一个新东甲,阿达玛特劳雷编峰,22岁,狼队特劳雷也是获得的2014年青年联赛冠军的议员,马蒂诺指教巴萨时,特劳雷以17岁的年龄,就为一线队上演了首秀, 尽管在巴萨必对有着出色的表现,但他最终还是离开了拉玛西亚,维拉花费1000万欧元先下了他,维拉降级之后,他加盟了米宝,不过米宝也在他效力的初子赛季降级,上赛季,特劳雷在米宝有着不错的发挥,他重建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今年夏天,狼队花费2000万欧元先下了他,开塔巴尔德边峰,23岁, 狗米巴尔德15岁是因为在队友床上放,拉宾快受到了俱乐部的处罚,尽管他只是和队友开玩笑,在作为惩罚措施,他被租界至科内拉,租界期结束之后,巴尔德并没有重返巴萨,而是选择了加盟拉奇奥亲身赢,在拉奇奥,巴尔德用自己的努力,成功进入一线队,并有着出色的发挥, 由于在2016-17赛季的亮眼表现,摩内阁花费了3000万欧元转会费签下了他,今年夏天,巴尔德一先租后,买得身在加盟国米,蓝黑军团是要先支付500万欧元的租界费用, 然后有着以3000万欧元买断巴尔德的权利,尽管巴尔德出生在西班牙,但他代表赛尔内加尔,出战了今夏的世界杯,东谷中风,23岁,陆戈2013到14赛季,东谷在联赛,国王杯和欧冠中都获得了出场机会, 而且他还在国王杯中打进一球,为巴萨币对赛西以币中上演首秀时,东谷只有16岁,由于在一线对机会要限,他选择了加盟巴拉哥萨,并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半赛季时光,上赛季,东谷加盟Nastic但他才出战八场联赛,的情况,下没能取得进球, 今年夏天,他加盟了卢哥,桑德罗中风,23岁,皇家社会桑德罗为巴萨一线队的手球可为完美,他在琴哥球场,为球队打进制胜进球帮助球队站上了比利亚雷亚尔,在恩里克率领巴萨获得三冠王的那个赛季,桑德罗为球队出战了七场联赛,三场欧冠和两场国王杯的比赛,之后一个赛季, 他又为球队出战了十场联赛,三场欧冠和四场国王杯的比赛,由于MSN的存在以及其他一些因素,桑德罗在那个赛季结束后加盟了马拉加,在那里他拿出了职业生涯这家表现,2017年夏天,桑德罗加盟了埃福顿,但所获机会非常有限,因此他被逐戒至赛维利亚,今年夏天,埃福顿又将他逐戒至皇家社会, 萨纳布里亚中锋,22岁,威比斯萨纳布里亚17岁时为巴萨必队上演首秀,他在弹克赛季的时间里出战十场比赛打进三球,然后,他以600万欧元的身价加盟撒索罗,之后一个赛季,他又在罗马效力,并出战两场比赛,在西红竞技,萨纳布里亚重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他共为球队打进11力进球,这是萨纳布里亚威比蒂斯效力的第三个赛季,上赛季他在球队中有着不错的开局,单伤并成为了他职业生涯的篮路虎, 塞尔吉奥布埃纳卡撒中锋,22岁,马洛卡布埃内卡撒什拉玛西亚从尤文清薰营间下的球员,在巴萨青年对效力两个赛季之后,他加盟了萨拉戈萨的清薰营,上赛季,他以自由身加盟了布拉卡尔多,并打进了14力进球,这个赛季,他加盟了马洛卡,尽管在季前赛上发挥出色, 但8月遭遇的伤病会让他确诊三个月时间,二贯相关新闻,命运永逸,拉玛西亚2010年50大星星金河在上